阿伯骑车从五号之灯的路口钻出 与另一部机车发生碰撞 没想到瞬间引发火势火烧车 19岁骑士连人带车被烧成火球 触没惊心 骑士在马路上挣扎 脱去一无自救相当惊悚 他虽然意识清楚 但全身超过一半面积都受到烧烫伤 住进家户病房 当下有热心民众拿出灭火器 但机车仍烧个不停 直到消防到场拉水线 才顺利扑灭火势 事发在彰化社头原吉路 19岁骑士当时要去工作 与阿伯相撞 疑似机车倒地刮出火花 瞬间陷入伤害 也是可怕场面 一部中油的油罐车 疑似车速过快 转弯居然往右侧翻 车轮还往上弹 瞬间油桶里的柴油 都全露出来流满地 一万八千公升柴油 不停从孔洞喷出 像止不住的水龙头 42岁驾驶急急忙忙善后 经销也不敢大意 一度拉起封锁线警戒 翻车意外发生在彰化交流道 下方寒洞往彰化室方向 还好没有波及人车 实在惊险 记得承受 留言并往上 姜华采访报导 是 有 Joshua 二豉 身 fluor 您能望 如果香港 请独播 爱并 一